2015年开播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菲律宾台 从1月31号开始正式停止运作 原因是严重的财务亏损 电视台发声明表示 过去几年新冠疫情又让亏损更严重 菲律宾的媒体马尼拉公报就报道 CNN的菲律宾台早在25号就传出停播 那因为负责营运的频道 在当地的媒体公司已经付不起高额的授权费 加上缺乏广告才决定要关掉平台 那预计受影响的员工有300人 CNN的菲律宾台就强调了 保证所有人都能够拿到资权费 你好我是宋燕鸣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感谢观看